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伟业的代价是隋朝百姓的生存底线被彻底击穿 隋阳帝对边境形势的判断还要从公元605年大业元年讲起 当时隋朝最高权力刚刚完成交替 生存于隋 突厥 高高离夹缝中的契丹部落 却突然鼓起勇气掐准这个时间点进犯隋朝迎州 正在巡游江都的隋阳帝下令通识业者维云起 率领起民克汗麾下两万骑兵前往讨伐 此战维云起大获全胜 并将俘获的契丹人口财货与东突厥平分 不费本朝一兵一族讨伐不臣而取得大胜 隋阳帝对此也极为满意 八卓为云起围 智书是于是 但很快隋阳帝就察觉到了这场胜利背后隐藏的危机 长久以来突厥与高高离都想吞战辽西之地 因此这里的契丹势力便成为了二者争夺的目标 然而当隋朝击败北齐残余势力高宝宁后 想要脱离突厥高高离控制的契丹人 就获得了一个新的选项 大隋 从开皇四年起便不断有契丹部落请求贵妇 由于当时隋朝正需安抚突厥和高高离 以确保罚臣时无后顾之忧 因此对贵妇的契丹部落没有予以重视 使得辽西契丹仍实质受控于突厥或高高离 而这次维云起攻打契丹 之所以能顺利指导黄龙 正是因为他所率领的是突厥军队 并诈称是要前往柳城与高高离贸易 契丹人这才不设防备 出于契丹与突厥高高离的这层关系考虑 一个令隋阳帝心头一惊的猜想浮现在脑海 背后指使契丹部落在新军出力之际挑起边境战争的 极有可能是寄予辽西已久的东突厥或高高离 东突厥的启明克罕本是隋朝扶持起来分化突厥的产物 但在突厥布加克罕势力分崩后 启明克罕吸纳了大量布加渔布 实力迅速膨胀 势力范围逐渐从塞外渗透至长城以南 甚至游牧于定乡马役之间 俨然成为隋朝新的走夜之患 尽管在此期间 启明克罕屡次来朝都毕恭毕敬 还主动申请改变突厥一官 习用隋朝样式 但这些都没能打消隋阳帝心中的顾虑 公元607年4月 隋阳帝皆安抚河北名义 领兵50万 马匹10亿万 一路北上 同时还争调民夫修筑长城 其真正的用计 正是陈兵要武震慑边疆 隋阳帝的车架走走停停 最后突然决定要亲临启明克罕的哑账 这一次 隋阳帝还真有收获 在启明哑账 锡 锡 土玉魂等一众酋长使者中 竟然还出现了与隋朝朝贡中断数年的高沟黎使者 公元前37年 汉原帝建昭二年时 浮渝人诸蒙率领部众 来到西汉玄途军境内建立政权 定国号为高沟黎 此后 高沟黎政权借着东汉建立五湖乱华 南北朝三段中原的混乱时期疯狂扩张 至公元589年时 高沟黎的将军已经北界漠河控制着辽东及北流松花江下游的大片区域国力强盛 并对辽西之地虎视眈眈 但在此时 隋文帝发兵灭臣的消息传至东北 这令在位的高沟黎王高汤十分恐惧 以前 高沟黎在向北朝入贡称臣的同时 也会与柔染突厥人结交 更时常渡海到南朝获取册封 游刃于多个势力间寻求发展的机会 而如今北面的突厥已经一分为二实力大损 南面高沟黎又失去了陈国对隋朝的牵制 因此高沟很清楚天下重归一统 将意味着高沟黎趁乱发育的窗口期结束 更意味着隋军可能挥石东进 收复汉家旧土 完成统一战争的最后一环 于是高沟整治兵马意图抵抗 不过令他感到庆幸的是 此时隋朝的最大威胁仍是突厥 因此隋文帝决定对高沟黎一面安抚一面震慑 你说辽水宽广可避得了长江吗 高沟黎之众多得过陈国吗 朕若不损寒豫之心追究你此前的罪责 只需命一将军便能将而逃灭 何须夺礼 今日愿告知于尔便是徐尔改过自新 要理解朕的用意 自求多福 收到赵书的高汤在恍然无措中不久并逝 隋文帝准许了高汤之子高元承其爵位 隋后又答应了高元的请求将其册封为王 然而简一年后 不甘心被限制发展空间的高沟黎 便与漠河联兵入口辽西 结果被隋朝盈州刺史围冲击败 圣怒之下的隋文帝又派遣汉王杨亮率领大军征讨高沟黎 虽然这次行动没能从物理上击败高元 但声势浩大的隋朝军队却在精神上成功使高元上表请罪 自称为辽东奋土陈远 此后高沟黎表面上恢复了朝贡 但实则是口服心不服 从公元600年后高沟黎的朝贡又一次装断 因此当607年隋杨帝在启明克汗阳 再次见到高沟黎使者时 大爷元年契丹入口辽西的幕后指使 便已然浮出水面 这一刻隋杨帝察觉到了高沟黎联合东突厥的野心 在皇门侍郎培举的建议下 隋杨帝决定向高沟黎发出最后通牒 要求高沟黎王高元亲自入朝觐见 公元608年正月 隋杨帝开始了自己的反制措施 他先征掉河北各军100多万的百姓 计划引进水 南通黄河北街卓郡 开凿永济区 加强与东北边疆的联系 但由于隋朝频繁的征掉劳役 这时河北各地的丁南已经凑不出百万人了 于是就连妇女也被纳入了征调范围 再苦一苦百姓 除此之外 隋杨帝也寻找着一切可能会倒向东突厥高沟黎的潜在威胁 最终隋杨帝想起了在启明崖畅内的土玉魂使者 土玉魂本属于辽东慕容仙卑 西近时慕容仙卑首领慕容社归的长子土玉魂 率领部分族人西迁 最终在今天青海一带落脚 其孙慕容叶延继位后 以祖父之名土玉魂作为国号 从两近十六国到南北朝重归一统 三百云年间 土玉魂与中原政权一直战合不定 隋朝建立之初 土玉魂扣编与隋文帝派兵征讨的记载 便频繁出现在史书之中 土玉魂曾与启明克汗联姻 但后来 隋文帝将一城公主嫁给启明克汗后 启明考虑到隋朝与土玉魂关系交互 便断绝了与土玉魂的往来 但这一次 土玉魂使者又出现在启明崖障内 预示着很有可能 高高里东突厥 土玉魂正在悄然形成一张 奉赌隋朝的大网 于是隋扬帝决定先从西面破局 他派遣思朝业者崔君素 出使西突厥 此时西突厥在楚罗克汗 阿什纳达曼的统治下 日子越过越差 麾下部落离散 铁勒趁机叛乱 而崔君素的到来 不仅给楚罗克汗带来了汗血宝马 还为他指了一条名路 如启明克汗故事 投入大隋的怀抱 启明内父先帝家旨 赏赐集后 过而兵强国父 尽克汗后来归父 要与启明争宠 就必须打动天子 以表志诚之心 这是克汗路途遥远 不便朝见 或可立下一功 以名臣洁 该等如何 崔君素缓缓说出 攻打土玉魂 楚罗克汗在崔君素的利诱下 欣然答应了下来 并前使入宫随朝 就这样 随朝扶持对立的老伎俩 再次生效 既挑拨了东西突厥的关系 又拉拢到了西突厥出兵 剪除东突厥的殷亲 土玉魂 不久 一个新的机会 又出现在随朝面前 此前曾侵扰边境的铁勒部落 派出使者前来 请罪归降 皇门侍郎培举 立刻顾忌重施 再给铁勒人 指了一条 将功补过的名路 由西面突袭土玉魂 公元608年7月 铁勒部落如约 向土玉魂 发动进攻 土玉魂可汗 慕容浮允 战势不力 率领步众向东 逃到随朝西平郡附近 尚不知情的他 连忙向随朝求远 随扬帝 热心长地派出安德王杨雄 取公宇文树领兵迎接 然而 还未等双方会面 可能是回过神来的慕容浮允 立刻率不惜逃 宇文树也不装了 直接向土玉魂开战 连壳漫头 赤水二成 战敌三千人 俘获土玉魂王公以下官员 二百余人 男女四千余口 随后凯旋 公元609年4月 随扬帝决定要亲自下场 彻底解决这个屡次骚扰边境 存在近三百年的远古玩家 断绝东途绝的西面盟友 慕容浮允见到这场面 联盟帅部退往傅元川 随扬帝则令内侍袁兽 向南囤住金山 兵部尚书段文镇 领兵近战雪山 太普京杨奕臣 东居琵琶侠 将军袁兽 西近包抄泥岭 在随扬帝的战略核围之下 本就实力大损的慕容浮允 根本没有招架之力 只得效仿刘邦故事 盼人假装成自己 聚首车我真山 吸引火力 本人则率领数十名骑兵 由小路西逃 但接下来的战局 却令慕容浮允有些意外 随扬帝则有些尴尬 由于随军上下 面对这场顺风局都过于轻敌 已知在此后的两场交锋中 随军虽然取得了胜利 却也付出了一点小代价 正二品做光禄大赴梁墨 正三品做屯卫大将军张定和 皆被土玉魂所杀 6月2日 随卫卫军刘全率兵由一五发动进攻 一路连挫土玉魂军攻克福四城 慕容浮允势力近乎崩溃 但此时 随扬帝浩大喜功的老毛病 又犯了 他向几世中蔡征炫耀说 自古以来 天子便有寻寿之礼 但南朝朱帝 却多枝坟图面 作于深宫 不与百姓相见 这是为何 蔡征回答说 这便是他们设计 不能长久的原因 蔡征的回答 令随扬帝极为满意 不久 他便放弃了在这荒山野地 追捕慕容浮远的苦草生活 率领大军前往张叶 深谈随扬帝心思的培举 立刻便反映了过来 他在为随扬帝西巡打前战时 就暗中派人用重金 成功游说高超王屈伯雅 和伊吾的土屯社 派遣使者前来朝见随扬帝 随后 当随扬帝的车架 抵达燕之山市 驱博雅 土屯社等西域二十七国郡主 皆穿金黛玉 列于道座迎接 欣喜万分的随扬帝 为了不输大国气势 于是要求五威 张叶二帝的侍女 尽数仙衣怒马 盛装前来 一时间 方圆数十里内 车马云集 人声鼎沸 场面甚为宏大 与此同时 早在去年年底 便被随军攻克的 衣武代表土屯社 正式向随扬帝献上 西域数千里之地 顿时将现场气氛 推向高潮 随扬帝下令 在伊武及土玉魂就地 设立西海 和园 善善 且墨四郡 防止土玉魂势力 此灰复战 同时也完成了 引制珠番 遏制东突厥势力的 战略目标 至此 随王朝的疆域 达到极胜 全国总计有 890万7536户 共4601万 9956口 然而 正是在这 极盛的表象之下 随王朝的统治危机 也正不断发酵 就在随朝 国为远扬西域的 这一年年初 随扬帝颁布了 天下军填的照明 但与此前不同的是 这一次 随扬帝宣布 停止给妇女 奴婢 不娶受填 随朝继承了 北朝时代的军填制 在开晃年间 北方战事刚刚结束 人口尚未恢复 朝廷手中掌握较多的土地资源 当时规定 男女三岁以下为黄 十岁以下为小 十七岁以下为中 十八岁以上为丁 成丁后便要缴税服役 至六十岁为老 才可以免除老役 南丁每人 受种植庄稼的露田 八十亩 永夜田 二十亩 已婚女子 每人受露田四十亩 不受永夜田 未婚女子 不受田 奴婢不去及特殊情况的老 小也都在受田之列 露田在人死后 需要归还朝廷 而永夜田 则可以世代传承 每三口人 还会受宅基地一亩 奴婢则每五人受一亩 为了限制王公贵族 圈占土地 同时也规定 最多只给家中 三百个奴婢受田 超出限额的奴婢 不受田 但在实际操作中 随朝立国之初 随文帝就先拿出 大量土地赏赐功臣 苏维对此表示担忧 提出应当捡功臣之地 分给百姓 却被随文帝否决 而随着此后 天下战乱平息 以及朝廷大所冒阅的实行 随朝户籍人口 称爆发式增长 与之相对应的 是随文帝开黄九年时 全国肯田量 已经达到了 一千九百四十万 四千二百六十七顷 按照汪检先生的计算模型 折合现在的十四亿九千三百九十七万多亩 而2021年公布的第三次 全国国土调查数据中 耕地面积才是十九点一七九亿亩 以随朝的疆域和科技术水平 应该不至于达到 如此丧心病狂的地步 汪检先生在多方考证后提出 十四亿亩的天文数字 应该是在当时户籍人口基础上 朝廷按照法定授钱方式 应当授出的土地面积 并非实际的肯田面积 但更明显的问题是 以当时隋朝的疆域面积 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多地 因此人多地少的矛盾进一步加剧 所以到了公元592年 开皇12年时 隋文帝先召集各地官员 又出考题让天下共事献策 然而这些帝国官员和知识分子 却都没能给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隋文帝只好派人实地考察 均天下之田 这一次除去世家 勋贵寺庙手中的田产 朝廷所掌握的土地 在人口密集地区 每丁实际才分得20亩 远远低于法定的100亩 至隋阳帝大业年间 通典里记载的英寿田 更是达到了逆天的 55854040値 折合现今43亿5000余万亩 等于286.6万平方公里 而北宋公元1111年的江域面积 才280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北宋境内 每寸土地都得种上粮食 简直离了大铺 即便是考虑到大业三年 隋阳帝将杜梁衡改回古制 换算成如今的单位 这个数字也是惊人的16亿亩 隋朝当然拿不出这么多的土地 可在农业社会下 农民没有土地是件危险的事 于是在公元609年 为了缓解人多地少的矛盾 隋阳帝仗着自己家底殷实 于是颁布照命 一 停止向妇女奴婢不娶收钱 以此来从世家薰贵手中 挤出来一些地分给百姓 二 将男子承丁的年纪 从21岁延迟到22岁 也就意味着 寿田时间推迟一年 但在隋朝的赴税制度下 一对夫妻需每年上缴素三十 种植桑树的土地 缴捐一匹加免三两 种麻的土地 缴布一匹加麻三斤 单身丁南籍奴婢则缴纳一半 而没有分配土地的人 则不用缴纳赴税 公元583年时 隋文帝推迟承丁年纪到 21岁 同时缩短了丁南扶劳役的时间 还将每年需缴纳的调 捐一匹减之二丈 可如今 隋阳帝除去妇女 奴婢不娶的土地 看似是免除了 他们身上的赴税 但作为隋朝税收的 基本单位 一床及一对夫妻 妻子的四十亩露田没有了 而整个家庭所需缴纳的 赴税总量 却在隋文帝之后 再没有变化 收入减少 支出不变 如果是在人多地少的 辖乡 这样的矛盾就更为尖锐 仅靠丈夫不足 二三十亩的土地收成 却要支撑其 整个家庭的赴税支出 这是一份来自 敦煌藏经洞的文书 记载了唐天保六载 敦煌县龙乐乡 都乡里的部分户籍资料 由于隋朝均田制 和赴税方面的 存留史料较少 我们便以此为参考 唐代前期的田税制度 虽然与隋朝不同 但大体上 是延续了隋朝的框架 这家户主名叫曹思李 这一年56岁 在开元11年9月16日 获得兑付的职位 原本家里属于下中户 需要缴税 如今符合免税条件 所以是客户献不输 家里有母亲 妻子 弟媳 小弟 妹妹 儿女 侄子共14口人 按唐代君田制 应当授田三寝64亩 其中60亩的永叶田 两亩宅基地已授 还有三情二亩的口粪田 也就是鹿田没有兽 后面记录的是 已寿的永叶田位置所在 可见当时不仅土地不够实寿 而且实寿土地 也是碎片化的分布于各地 而这家压力就大了 户主叫刘志欣 这一年29岁 白丁平民 家里有祖母母亲 妻子 以及一弟两妹 虽然是下下户 但需要缴税 因此是客户献输 全家七口人 英寿田一寝63亩 其中20亩永叶田 47亩口粪田 以及一亩宅基地已寿 剩下95亩未寿 从这些记载中可知 当时实寿土地达不到英寿面积 已经成为常态 但无论百姓实际获得了多少土地 只要符合缴税条件的 都需要缴纳完整的税赋 唐代为百姓划分了上、中、下、不同、户等 按户等高低缴纳不同的税格 但在现有的资料中 尚没有发现随朝有此类政策的相关记载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隋阳帝当然不是数学不好 也不是被官员放卫星所蒙骗 相反他很清楚 天下没有5500万亩的土地 而他要做的 是用奴婢、妇女、布曲 腾出来的少量土地 将更多无地农民 拉进朝廷的赋税系统内 以此来获得更多税收 哪怕这些百姓实际只分到了一亩地 也要缴纳完整的赋税 然而更要命的是 耕种土地的农民 又大概率会被突然征掉 去修宫殿、运河、长城 以及扫地为兵 兴师百万三镇高沟里 民众所能承担的赋税劳役 已经达到极限 但这个时候 当过多年地方官的民部侍郎培运 尚书指出 自开皇三年推行大损冒月后 民间脱落户口和隐瞒年龄 偷税漏税的情况日益增多 当然 也有可能是他察觉到了去年正月 修长生时盯难不足的问题 于是 培运尚书给隋扬帝 主张再次严格冒月 清查户口 一旦出现户口不实的情况 负责官员就地免之 同时也向百姓许诺 若有人能检举隐瞒户籍者 被检举人将承担检举人的赋税劳役 于是在这一年 隋朝户籍部上又增加了20.3万的丁男 新入测人口64万1500人 回顾隋扬帝推行的两项举措 便不难发现 免除受妇女奴婢土地 是为了缓解人多地少的矛盾 同时扩大税源 再度推行严苛的户籍登记 则更大程度上 是为了补上大兴土幕后 劳役人口不足的缺口 更重的赋税压在肩上 频繁的劳役错失农时 悬在隋朝百姓头上的安全线 已经濒临崩断 但隋扬帝却还在 超越农耕时代生产力上限的挥霍无度 公元610年正月 隋扬帝一扫西征归途 过大豆拔骨遭遇风雪 士族死伤大半 驴马损失十之八九的狼狈 征召周边藩帮酋长汇聚落雅 以上万人规模的百戏乐舞表演 共同欢庆了一个月 期间 翻邦使者警求到洛阳东市贸易 隋扬帝便立刻下令 所有东市店四进行整修 屋檐高低必须整齐划一 店铺外要搭建陈列珍宝的帐篷 就连卖菜的人 也得坐在龙须草编织的席子上 如果有胡人路过九十店 店家就必须邀请胡人进店用餐 一切消费都免单 隋扬帝的举动并不是为了讨好这些藩帮酋长 而是希望能以大隋的富足表象 令周边藩帮卫服 但其中也不乏有机灵的藩帮使者 当他看到隋朝人用丝绸包裹树木时 不禁问道 国内也有贫穷的人衣不蔽体 为什么不拿丝绸给他们做衣服呢 东市的百姓当然给不出答案 隋朝的官员也不敢给出答案 两个月后隋扬帝带着万邦敬仰的光芒 又开始了自己的巡游生涯 成龙州南下巡兴江都宫 还将江都太守的品级提升至与京兆尹相同 其中用意不言自明 12月从京口到渔航 长达八百里的江南河被重新开枣树通 而这项大工程的开动 原因只是皇帝想要成龙州巡游会计 还不等工程竣工 东北便传来了高沟黎王高原拒绝入朝的消息 隋扬帝勃然大怒 认为铲除这颗威胁东北安全的隐患势在必行 但官员们却奏报称 此前征讨土玉魂过大斗八股 军马损失严重 如今仅隔一年尚未恢复 无力支撑大局北伐 可隋扬帝显然不是个有耐心的发育性玩家 当即下令向富人加税 用收上来的钱购买马匹十万 以供捐须 公元611年大业七年二月 隋扬帝城龙州由江都北上 经过刚修好的永济曲前往卓郡 路上隋扬帝正式颁布了讨伐高沟黎的赵敏 令幽州总管袁洪寺前往东莱郡 督造舰船三百艘 日夜赶工的民夫长时间站在水中干活 一致腰下升区 死者多达十之三四 然而隋扬帝要求的牌面却远不止于此 他还调令全天下的府兵 无论路途远近 悉数前往卓郡聚集 河南 淮南 江南各郡 则需制造五万辆车负责运送物资 按时送往高扬郡 7月隋扬帝载调淮南江南的民夫船只将团积在离阳舱落口舱的粮食运往卓郡 于是整个隋朝境内载有兵器铠甲的车辆运送粮草的船只往来奔走的府兵日夜不断拥挤于途 类似盗旁者更是无法统计 至公元612年正确 隋扬帝在卓郡共聚集大军113万3800人 号称200万大军正式向高沟黎发动进攻 至此隋扬帝在战略层面的又一项宏大筹划拉开了序幕 而在这百万人出征 惊奇逼日的大场面背后 是隋朝百姓从公元605年至612年 七年之间从未中断的劳役与伤亡 当农耕社会下的农民被迫离开土地 耕种措施使令颗粒无收 田地荒芜却还要承担赴税时 皇帝没有下令与民休养 却是颁布了新的征税诏命 为东征筹备物资 而隋朝的官吏们则在接到命令的第一时间 用低价收购百姓手中的粮食 随后对外公布诏命要求征税 百姓只得再以高价从官员手中买粮 简单的一进一出 官员却能从中获取数倍的暴力 真正做到了取民骨髓 公元611年时 山东河南爆发水灾 三十余郡被淹没 接着通年十月 黄河砥柱崩塌 突失塞堵河道 造成河水逆流数十里 淹没周边城池 然而朝廷却守着一舱屯粮不振 黎阳落口的储备只顾运往辽东 这一刻 悬在百姓头上的生存红线 彻底崩断 邹平仁王博率先揭杆而起 自称知识郎 接着平原人刘霸道 高吉坡的孙安祖 窦剑德 何取的张金称 条件高士达等人蜂拥而起 一首无相辽东浪死歌 唱响了随末天下动乱的乐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